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409章你帮不帮 你是说 他会觉得我和你有仇 然后他会找我来为他铺路 然后杀了你 薛红云说 是的 以他的尿性 极有可能会这么做 叶浩轩一点头说 跟我没关系 到时候我会婉拒他的 薛红云怂怂肩膀道 说真的 我还真的有点小恨你 你这混蛋现在把我妹妹拐走了 是的 薛红云说的是大实话 他未婚妻跟人跑了就算了 现在妹妹也跟人跑了 他感觉叶浩轩就是自己的克星 只要遇上他 自己真的没有一点还手之力了 可可 我跟听语之间 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叶浩轩说 无耻 薛红云骂了一句说 你们成天没来眼去的 你还敢说 你们是普通朋友关系 你不敢承认 恩 你想要什么好处 说吧 叶浩轩尴尬地笑了笑 我什么也不想要 我只想要你跟我妹妹结婚 你做得到吗 薛红云说 我这辈子谁也不结婚 我要单身 叶浩轩一本正经地说 无耻 薛红云想破口大骂 这混蛋说话太无耻了 他明明众美环绕 他怎么可以这样说 就算是真的不结婚 他也肯定会左拥右抱的 我说真的 叶浩轩苦笑道 你不用说了 这件事情我是不会插手的 薛红云说 应该知道唐蕊这变态 现在手段厉害这呢 如果你不同意 你就不怕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叶浩轩说 呵呵 这里是华夏 薛红云说 他叶连城又不是傻子 如果他真的因为我不同意把我杀了 他在京城还能找来别人帮他做事吗 他恨的是你 又不是我 这么说 我们真的没有可能合作了 叶浩轩苦笑道 的确 我觉得我跟你合作的话 一定会吃亏的 所以 我还是老老实实的比较好 薛红云摇摇头道 真可惜 叶浩轩苦笑道 我本来还想给你一点邵氏科技的股份呢 薛红云的脸抽了抽 说真的 邵氏科技的股份对他的诱惑力还是很大的 邵清营前段时间开过新闻发布会 直言邵氏科技已经研制出了磁悬浮轿车 带全自动导航系统的 如果这是真的 邵氏将会带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工业革命 这里面潜在的商机是相当的巨大的 现在邵氏刚刚起步 他的股份已经被有实力的人抢下了 现在想入股 那真的是真都插不进去 他听说叶浩轩站了大头 现在由叶浩轩说出来 看来是错不了的 我不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 就算邵氏股份值钱 我也没想过要 薛红云说 你敢发誓你说这句话 不是昧着自己的良心说话的吗 叶浩轩鄙视的看了薛红云一眼道 装逼是要遭雷劈的 不管你怎么说 我就是不帮你 薛红云咧嘴一笑 这家伙竟然还有求到自己头上的这一天 这让他心情非常的爽 他就是想看看叶浩轩吃瘪的样子 好吧 其实妙善入室修行 也不一定会很快的回到道观里的 叶浩轩说 你说什么 薛红云的脸色变了变 他们道观里的道姑 也不一定是历练之后就回到道观里的 而且历练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 他们可以在世间游历红尘 然后顿悟之后再回去 也可以在红尘结婚生子 老的时候大彻大悟 然后才回去 当然 这要看妙善自己的悟性了 他想看破红尘 其实也很简单 我会帮他一把的 叶浩轩笑得非常阴险 叶浩轩 你 薛红云又被叶浩轩吃得死死的 他知道叶浩轩这祸 有点神棍 想让一个人看破红尘还不容易 万一他看破红尘之后就回去了 那可怎么办 自己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有感觉的 呵呵 取决权在于你啊 这女孩可是个好女孩 平时在道观里清修 与世无争 嘖嘖 你看那气质 出尘淡然 叶浩轩一边说 一边故作惋惜的说可惜了 好吧 叶浩轩你赢了 你说吧 我该怎么做 薛红云咬牙切齿的说 呵呵 很简单 他联系你的时候 你按照他的意思做就是了 然后 我们给他们布下个天罗地网 叶浩轩笑了笑道 听你的 不过 你要帮我追女人 薛红云咬牙切齿的说 没问题 但这也得看你自己努力了 叶浩轩笑得很阴险 行 叶浩轩 你够狠 薛红云愤愤的说 在一间豪华的酒店中 叶连成一杯一杯地喝这酒 他跟前的酒是福特家 一杯下去 足以能将人的喉咙给烧干了 叶连成以前从来不喝这些酒 他只喝红酒 因为他觉得 只有红酒 才能配得上自己的身份 喝白酒会降了自己的档次 当然 他也不喜欢烈酒 因为他觉得喝烈酒 就是给自己找罪受的 但是他现在只能用烈酒 来压制自己对叶浩轩的恨意 他这才觉得原来喝酒 就是为了喝醉的 心情不好的时候喝 这样才能让自己心情好点 但是他现在越喝 对叶浩轩的恨意就越浓 这几天 他想了无数法个弄死叶浩轩的方法 但是想想他还是感觉有些徒劳 因为他之前几乎拉动了整个内江湖的高手 都没有把叶浩轩给弄死 现在他还拿什么 跟叶浩轩拼 他也尝试着让别人帮他联系过一些高手 要秘密把叶浩轩给暗杀掉 但是每次对方一听说这次的目标是医生 想都不想就直接拒绝了 这回事了 因为叶浩轩活生生的把书吃给气死的视频 现在还在内江湖的朋友圈里流传着呢 况且这可是能以意义之力 连败四大高手的狠角色 谁特妈的嫌自己命长了去招惹这种人 死不是最可怕的 可惜的是你想死都死不了 连书吃都给这货活生生的气死了 谁也不想自己一世英明的 死的时候还被人吐了一脸的口水 然后连带这羞辱一番 其实叶连成心里也清楚 他现在想弄死叶浩轩 真的不容易 所以这几天他把脑袋都想破了 还是没有一点头绪来 我觉得喝白酒的人是没品味的人 成少不会是那种没品味的人吧 唐蕊笑盈盈地走到了叶连成的身边 坐了下来 然后又开了一瓶红酒 他举起酒杯道 你不觉得我们应该为了庆祝你的心声而干一杯吗 多谢 叶连成举起杯子和唐蕊碰了一杯 然后一口干下 成少这几天很焦虑啊 因为叶浩轩 唐蕊说 不然呢 呵呵 他一天不死 我就一天不安生 叶连成有些自嘲地笑了笑 可是我现在真的想不出来如何去对付他 之前我已经耗尽自己所有的实力了 可是还是拿他没有办法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好了 叶连成微微叹息道 这话有些不像是成少说出来的 在我眼里的成少 儒雅大气 怎么可能会被这点小事难道 唐蕊笑呵呵地说 叶浩轩是没那么容易弄死的 我们不急 慢慢来 我们有的是时间跟他磨 还是他死了 我才感觉到 心里踏实 慢慢磨的话 也只会慢慢地恶心他 你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叶连成问 他觉得唐蕊的变化挺大的 关于唐蕊的事情 他听说过 自从被叶浩轩整过那一次后 整个人都成个变态了 一个变态的女人 是什么事情都能做出来的 你进入了一个误区 唐蕊说 叶浩轩这种人 简直就是打不死的小强 我们跟他碰硬 肯定杀不了他 我们可以从他身边的人下手 唐蕊说 得鸟吧 我算是明白 我和叶浩轩之间的差距了 他身边的人都是死中 不像我 那些人全是用利益捆在一起的 宇宙科技一旦倒下 这些人马上就大烂临头 各自飞了 叶连成探道 这是叶浩轩的优势 也是他的弱点 我们不妨从他信任的人 那里下手 或许这样会来得更快一点 因为他对自己信任的人 是从来没有防备的 唐蕊说 怎么下手 叶连成愣了愣 唐蕊这样说 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的 现在中医学院完工在即 相信不出半年 这里面的装修就可以完善 然后就可以广收天下学子了 现在叶浩轩遇到的最头疼的问题是 中医讲师方面的人才缺口比较大 中医的经验是指可议会 不可言传的 一个人要有十几年的行医经验积累 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中医 这也是中医人才缺乏的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现在生活节奏快 你想让一个人十几年都弄这个 恐怕有些行不通 叶浩轩已经想办法弄出一套好的教材 走捷径 让学生们以最短最简便的方式掌握中医 至于中医讲师招聘的问题 现在只能放松一点了 因为一时半会儿 肯定找不来那么多的中医人才 就算是中医诊堂现在的队伍不断的壮大 但是要想找到那么多的中医讲师来 真的不容易